中文翻譯片名《玩命在劫》 Baby Driver 中文翻譯片名《玩命在劫》 是血腥冰淇淋三部曲的導演 Edgar Wright的新作 主演的有 如果你有看過喜歡這個導演的作品的話 會知道他是當代幾個非常有自己Style的英國導演 他非常會製造錯位的幽默感 在不對的時間做不對的事情 或者是講不對的台詞 我舉個活人生吃當中的經典橋段 一般來說的殭屍片都是充滿著生死交官的緊張感 但在這個導演的活人生吃當中 兩個主角在被殭屍追擊的時候 他們卻在情急之下拿出了黑膠唱片來攻擊殭屍 並且相當悠閒地討論起來哪些唱片是可以拿來丟的 這個劇本雖然看起來中段有些疲軟 而後半段缺乏的驚喜 但這就是一個老老實實的故事 他不是要讓你看完之後覺得這個故事有多特別 而是要讓你覺得這個老套到不行的故事 竟然可以拍攝成這個樣子 再來聊聊這個劇本 這是一個關於停下來的故事 主角希望儘快可以停下自己在做的工作 從事一些正常的事情 做一個正常人 但永遠都有人在後面追著他 他只能死命地一直在那條路上往前跑 而主角身邊的人 除了照顧他的養父之外 每一個都是看似不想停下來 但是其實是不知道怎麼停下來的人 就像是坐在一台沒有煞車 卻不斷往前衝的車子上 唯一可以停下來的方法就是 讓自己粉絲墜 所以每一個配角都看起來有一種瘋狂感在 也許這就是一群所謂的亡命之徒 如果你去推敲每一個配角的台詞的話 你就可以比較理解這些角色他們不合理的行為了 尤其是Cham and Spassie那個角色 主角Ansel Edgar之前演過《生命中的美好趣》和這部電影 對他比較有印象的是一個非常鄰家可愛的一個大哥哥 他志氣的外在在這部電影當中 可以說就是一種錯位的幽默感 你會非常擔心這樣的一個鄰家男孩 還怎麼樣在這一部犯罪片當中生存 電影剛開始的六分鐘 他狂野的表演就會讓你非常喜歡這個角色 而他的志氣也讓整部電影建立出一個 他跟周遭其他人都格格不入的一種關係 這個角色的天真衝動無奈 他也都表現得非常精彩 然後這部電影的其他每一個配角 非常清楚的建立出這個電影的世界觀 一個屬於犯罪高手的世界 女主角VT James真的是很美沒有錯 可是他跟他同一代的女演員比起來 他好像就是缺少一些人的感覺 他跟男主角之間的火花看起來也還好 不過可以說他真的很適合在那些音樂錄影帶裡面的畫面出現 Cham and Spassie的演出完全是五星級的 我超喜歡他的每一句台詞每一個鏡頭的 Jimmy Fox 則是那一種沒有人想要跟他在一起的麻煩製造者 Troublemaker 我特別喜歡他在槍戰中那個臭焉的動作 聽說是他個人自己即興加進去的 Joe Hamm 之前最有名的應該是 Man Man 廣告狂人的演出 大家應該比較不熟 不過他在這部電影裡面真的是帥到頂天的那一種 而他的角色也算是眾多配角裡面最有趣 最有故事的一位 Edgarine 非常還有特色的一點就是他非常擅長使用音樂 還有剪接 創造出 拍攝出一種非常獨特的電影律動感 《玩命在節》 《Baby Driver》就是這樣一部非常有特色的 《飛車犯罪篇》 電影的宣傳上用了《飛車版》的《越來越愛你》還形容這部電影 我覺得是蠻有道理的 不過還是有著一些根本上的差別 《La La Land》是用了歌舞片的形式的一部電影 而《Baby Driver》則是用了音樂錄影帶的形式 導演用了很多經典的音樂錄影帶拍攝的手法去處理片中的許多橋段 比方說開場那一段主角在車上等待的那一段戲 就是模仿了導演自己之前拍攝過的一支MV 第一次去買咖啡的路上 在《飛車場》的對嘴等等 這些MV的手法都表現出了主角不同的心情 而音樂錄影帶不同的歌舞片的特色就在於 它的畫面感是要比音樂性來得強大的 它必須要用強烈的畫面感去讓觀眾記住這支MV 進而讓你喜歡上這首歌 所以千萬不要在一場刺激緊張的《飛車》之後就放鬆了 可以說那些不是電影劇情的高超部分 更是這部電影的精華所在 你可以享受這個導演怎麼設計出這些畫面來的 你會發現它真的很用心的去配合這些音樂 而且看起來是很有格調的 挺屌 這部有格調約會去看 會幫你加很多印象分數的電影 當然它不是玩命關頭那種 大家都會喜歡的《飛車》電影 而是比較有特色、比較有Style 看完之後會讓人比較有印象的類型電影 我會特別推薦給一邊開車的時候 會一邊在車子裡面開演唱會的人 玩命在節Baby Driver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請記得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請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沒有任何的意見或是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祝你今天可以看一部精彩的電影 掰掰